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还有个中国养父母的那个杯 据说那个还留着 那是现场有的网友在现场 听说有些网友非常的兴奋的 说真的 他不用我们砸了 他们自个儿拆了 好 放鞭炮 拉横幅 举国旗 就是这些 很多网友去了那 聚在那 正欲不要炸他嘛 五壮士嘛 不是狼牙山五壮士 现在是杂杯五壮士 你可以看看这照片 这五壮士啊 来自全国各地 真是五湖四海 就泼七 你看手里还拿着锤子嘛 这个杂杯 说是他们的行为引起这个很激烈的讨论 然后你在下面 据说这就是这个坟呢 这个已经拆了 这个杯啊 已经拆了 你再看下边 这个牌子 为纪念什么薄其村牌托伦 终日友好友谊长存之树 树不知道在哪呢 发牌子就如此了 哎 这事该怎么聊啊 不是 说起来啊 假如说 因为一般的网上 微博上传的 大家骂这事呢 就说 这个剑很不要脸 为了招引这个日资呢 帮那些当年来打咱们中国人的日本军人立碑 那假如说这个杯上面刻的名录 真的是当年清华日军 那真的是太无耻 太离谱 全世界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对不对 为这个侵略的死者而树杯去纪念 除非你真的是大慈大悲冷的人 是不是 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些开特团 他到底是不是清华日军 他跟日本的清华行动之间 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复杂 是不是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复杂 所以它涉及到了一个我们这个最近历史 一直以来在全世界各民族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从哪说起呢 比方说啊 这个屯肯 对吧 当年这个汉武帝远征西域 那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势力啊 打下来以后我们的老百姓过去 其实这个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最早的殖民主义 对啊 殖民主义字面上就知道 把人民执到那个地方去 你知道这个里边有多少心酸 所以历史是很具体的 如果从一个人的家族命运来说 那个叫悲欢离合呀 中国历史上很多次这个屯鞭呢 就是那也是妻离子散 或者去举家到一个地方重新开拓 开拓 开始生活 你知道吗 那么他当然这个人民呢 至少大面上是以皇帝为国的 你比如说日本天皇 那家伙日本人对天皇的那个忠诚 天皇就是日本 对 那么你在这个意义上讲 对吧 他们当然咱们说啊 你是受日本军国主义蒙蔽的 这老百姓 对吧 但是算不算当时在被侵略的时候 他们算不算我们中华民族的敌人 换句话说 你知道那天我就看 哎呀 我应该给你们放 那天我看那个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放了一个纪录片 讲二战的 那大家都看过 那个日本人呢 受到的这个教育啊 美国打到那个塞班岛的时候 发生了惨剧啊 对 发生了惨剧啊 一起跳牙 跳牙啊 日本老百姓 因为呢 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告诉他们 美国人大家伙就是蓝眼睛 红头发 来了之后生吃人肉的 他是我们的死敌 是天皇的死敌 你忠于天皇 你怎么能活 甚至说 那个美国兵啊 就最后发生了惨案 全躲在山洞里 怎么叫 美国兵怎么喊话 不肯出来 然后有个孩子在哭啊 那里头啊 兵和民混杂在一起 那个日本军官说 就说你你你那个小孩 不能让他哭 这个母亲呢 捂着自己的这个孩子 把自己孩子捂死了 捂死了 最后怎么就 不肯出来 也往外 当兵的 也往外打枪 可里边裹挟的是平民 最后造成的这个惨剧 就是引爆手榴弹的 那多少平民 美军抬出来 美军都精神崩溃 说没见过这么大仗 你这个死的都是平民 所以你看啊 我就觉得这种问题 该怎么 这个中日是相通的 在这点上 中日是相通的 全民皆兵 另外呢 玉碎 就是说你打不过了 你就死 而且打不过了以后的死 是被表彰的 记得 老天才武装 是日本人还拿上来 尊敬呢 就是因为一种 共同的信念 就是说 我们纪念的也是 就是我们宁死不去 我们就死掉了 就不投降 我们五个战 日本人呢 觉得这个精神是 他们跟他们的 玉碎的精神是相通 所以他把这个 中国的这个人拿上来 他还表彰 他们还致敬 这个这个两个 就表明在在亚洲 我们我或者不能 代表全亚洲 因为还有西亚 我不知道 但至少在 辱家文化 在在这个 也不能说辱家文化 总之表面来讲 就是中国日本之间 有这么一个相通的地方 不过日本跟中国 还是有很大不一样 就是中国想搞这一套 中国想往这个 想往这个 不成功的男人 大部分人是贪生怕死 那个你比如说像 蒋介石的时候 他其实国民党啊 他想学一种 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操控 他特别崇拜纳粹 我们知道蒋介石 没错 但是搞不起来的国民党 那日本呢 这个军国主义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个什么问题 我常常说二战的问题 历史问题 是一个 不是中国跟日本的问题 是一个军国主义 跟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包括很多日本人 也是受害者 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 是一个日本的国民导演 叫三田杨次 他拍了一个电影 很好看 母亲 他讲什么 他讲战时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的良心知识分子 作家 因为写东西 反对日本政府 说要侵略中国 被抓起来 最后活活死在监狱里面 然后一家人 这个非常惨痛的生活 然后从这家人的遭遇 去看当时日本政府 这个军国主义 怎么样给大家洗脑 洗脑 让大家孤立这家人 然后这家人受到那种悲惨处境 你看得出来 那些被洗脑的人 其实也都很可怜 就是他是个受害者 而说到东北这个事呢 我觉得问题在哪 就是说 当时啊 来东北的这些日本人啊 是五花八门的 这他们叫所谓满洲嘛 他们来的这五花八门 什么人都有 有的呢 就纯粹是想来冒险 拓展野心的 是大野心 人家觉得这下 是个发财好机会 怎么样 怎么来搞了 然后欺负中国人 什么都有 有一些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是一种 有的我听说过 是被迫来的 是被赶来的 有的是后来不够人了 要真的是要填边那种啊 就被迫而来 那有的是怎么样呢 有的有一些 我觉得最怪的 当年来中国东北的一些日本人 最怪的一种是一些知识青年 那些知识青年是什么想法呢 他觉得他很讨厌日本 其实那些人 他觉得日本是个很腐朽的 很老套的 而且看他越来越坏的国家 他们向往什么 向往要建立一个新国度 而当时这帮日本年轻人 有的还真的莫名其妙就相信 那个满洲国那个说法 说是叫王道乐土 说真把他当成是个独立国家 然后真以为到呢 就能够实现一个建国新梦想 然后五足共和啊 什么这堆东西 就这么跑来 然后后来发现被蒙 那些人里面有很多大人物哦 你比如说那时候 有很多日本有名的电影导演啊 你现在熟悉的一些大牌 小金二郎来过 但不是那一批 还有好像有几个日本大导演 是 我也真的有一个 都是那时候到了东北 到长春质变场拍片 拍一些他们在日本国内 可能不许拍的电影 嗯 这很怪 那个那个历史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这个所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得给你读一个香港中通社 当时的资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要叫我这种稀释宁人的人来看啊 我觉得就是当地的这个头啊 这叫咱们说的 这个缺乏政治意 敏感度 嗯 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是说你对还是错 而是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民族问题 或者是这种 这种所谓爱国 这一类的问题啊 在世界各民族 在世界每个历史阶段 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都是让人就有点这个这个 容易出起冲突的事情 是吧 你怎么碰 要叫我 我应该做这个事 你怎么碰这事呢 这叫要叫我 我就会投鼠忌器啊 这事 敢玩吗 但是你看啊 呃 比如说香港中通社 对于这个被连夜拆除啊 他们也有一个评论文章 也就是咱们可以了解 说黑龙江方正线 为了吸引日商投资啊 花了70万 为侵华日军 适者立碑的微博 在网上传播 呃 这个大量网民斥责 这是汉奸行为 是吧 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五名年轻人 更是要去杂杯 是吧 然后呢 据报道 开拓团也不完全是侵华日军 他们不是军人 是贫苦农民 甚至就闻到刚才讲的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 也是战争的牺牲者 战败之后 日本战败后 这些开拓团呢 甚至没法回家 就滞留在这个方正线 其中五千多人 是因为饥寒和疾病 死亡 还移下四千多名 妇女儿童 说当地老百姓 以得抱怨 还收养了其中 很有名的大部分 对 然后呢 这个立碑啊 其实也有两块 一块是开拓者 亡者名录 还有一个是 中国养父母侍者名录 就是你看 他们还培养了 这种养父母父子的 这个关系 就是说中国人的家庭 收养他们 对 这个 这个 根据其他媒体调查 这次事件当中 无论是立碑 吸引外资 还是所有路牌 必须有日文 这个不是事实 然后呢 八十年代之后 日本这个开拓团呢 也陆续再次返回方正线 像有一个老人 六次来方正线 传授水稻新技术 还有一个遗孤啊 他是自己出钱 修筑中国养父母公墓 感恩那些中国养父母 你知道这些问题啊 我就想起啊 有一次这个陈南京 老师在我们这讲的哈 他这个历史观呢 真是可以很复杂 如果你从个人 一家一户 在战争当中啊 人都是命运 像飘平一样 从他的经历来讲 他有他很具体的朋友 夫妻 父子 养父母 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是你看啊 这个杂杯的人 这些网友 他会觉得就是说 还有一种观察的方法 叫大是大非 就说甭管 这叫一将功成万古枯 甭管你们有什么可怜的 你们是侵略中国吗 那你们侵略中国 你们所有的参与了这个行为的 你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而且是我们民族的伤口 你们 就说 就说这事里边聊不到什么 小情小感 小恩 小慧 比如说因为这里面有个比较复杂 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们并不是太陌生的 为什么 包括凤华 我也是都拍过纪录片 以前 对 我们片都讲过这些人 他有什么呢 这是一个当年被我们政府 屡次拿来宣传的一个案子 这个宣传什么 就宣传我们中国人的美德 我们以德抱怨 就讲这个村 很多村民啊 那些当年那些日本人 不管开拓团也好 什么也好 你当他是敌人什么都行 他的确留下很多小孩 那么小孩呢 就我们这些中国善良老百姓 淳朴的村民收养了他们 把他们养大 那于是这些小孩呢 很多都会说中国话 甚至把自己当中国人 等于在中国长大 他是到了后来 才有很多回到日本 有些甚至没回去的 好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 这一批在被中国人养大 在中国长大的小孩 这些人叫不叫清华日军 那这些人是被我们中国人养大 他说中国话 他是日本人生了留下来的 那么当地的村民呢 就一直已经把季仙也当是村民一部分 你懂我意思吧 那你就自己就拉不大了 孩子吧 我们是牛 却养了一只狼 对 就比方说是这样吧 但那些小孩大了 那现在比如说 他们当地人就觉得说 那他们那些 他们的父母死在这了 哎呀 那得给他们立个杯吧 纪念一下吧 我觉得这可以是个很单纯的想法 但是呢 我认为要处理这么复杂的一个历史啊 最好的做法不是立碑 可能是比如说 做一些的博物馆的展览啊 或者把这个历史 怎么样清清楚楚 尽量清楚吧 说一遍 让大家了解这里面复杂的东西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微博的力量 也可以看出微博的局限 就这个微博力量很大 你看这个事情要不是微博不会搞那么那么快的引起大家的注意 以至于马上要砸背 但是微博呢 因为它是诉诸于无名的 无名的广大的民意 因此它触及的就是历史的 你讲的这个历史观的最大的这个侧面 因此它是在某种程度上 它不会做到那么细的 如果我们要讲历史的话 归根结底是两个 一个是民族斗争 一个是阶级斗争 我们以前讲 而这些年来 我们淡化阶级斗争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 因为中国人吃阶级斗争的苦吃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凝聚社会凝聚力的是民族矛盾 这个是非常善用的 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也是一个弄得不好 也是一个洪水 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以前毛泽东一直讲的 世界各国人民 包括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 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这么一个基本观点 我们又把它忘掉了 因为这是个阶级斗争观点 日本军国主义是 他不仅欺负中国人民 他也欺负日本人民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大是大非 而我们恰恰这些年来 我们把这一条给淡忘了 因为我们害怕这个阶级斗争这一条 我们有点把它整个都丢掉了 其实这两条线 这位历史都要梳理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那天我是听一个老师讲 就说马克思 你看他说 他好像是西方有过这个研究 就说两个犹太人 怎么样反思自己 或者说自己这个犹太人的身份 最后在他的智慧里 诞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说马克思是个犹太人 对吧 而且他宣称是没有什么国界的 对吧 这是符合犹太人的那种特色 对吧 但是呢 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里面 都没有提到犹太人这个议题 就他不 这甚至就是说 他没有提到的这个程度啊 都令人感到有点稀罕 不会啊 他有啊 他什么地方提到 他有提到 他有一些文章是提到的 他那时候做报纸杂志编辑的时候 写过不少文章谈犹太人问题 对 这个答案我也没看过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像他这样一个人 一个犹太人 他最后却产生了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呢 叫做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没有国家的界限 没有民族的界限 而是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我们就 他觉得这个之间呢 有他的一种心理上的关系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元形 广告之后见 你看 我其实还不认识 那些就说是有些 他们叫极端爱国的愤青啊 是些什么人 咱还真没机会 这个相逢过 但是呢 哎呀 你看我感觉啊 他们说到最多的是什么 血性 夸一个人就说 你有血性 所以你看 血液里的东西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来源 其实就是发泄 因为有很多地方 你正常没地方郁闷 我们这太多事情郁闷了 对不对 全国人捐血 没钱的捐了血 最后现在说有几十亿 不知道红十字 是哪里去了 我们现在有太多 太多愤怒的东西 什么地方是最好发泄 就是仇日 仇日是一个最理直气壮的 上下都支持的这么一个发泄口 因为我是觉得啊 这个我从来没有血性 没什么大问题 那也很好 有需要的时候 中日战争 是不是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对不对 那可能也当事实后来 的确也变成民族仇恨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整个战争的起源 就像毛泽东讲的 是法西斯主义 这还不只是阶级问题 就算你不抱持阶级斗争的立场 法西斯主义 本来就是一个人类之中 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它像幽灵一样 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上空漂浮 它是什么呢 所谓法西斯主义的精华 就在于 要每一个人交出自己的判断力 要每一个人放下理性 要每一个人讲血性 对什么讲血性呢 对国家 国家的利益至上 而这个国家由谁定义呢 是由少数的集团 他们依照自己的想法 来独裁的定义了 这个国家利益 当年的纳粹 日本的军国主义 都是这个路子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 如果真的要彻底的 反省二战是怎么回事 彻底要对抗这个东西 这里面最邪恶的 不是日本人 而是那个既发生在日本人身上 发生在意大利人身上 发生在纳粹身上 也很可能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 这个法西斯幽灵 哎呦 这个东西啊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像圆曲里边说那个 就是心百姓苦啊 亡百姓苦 你说这个日本人 就是你看他被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 就是天皇 完全就是洗脑 就像你说老百姓失去判断 就理性都交出去嘛 爱国 叫你不要自己 爱国也是真心的 那为了这个国 天皇可以跳牙呀 他还是有点区别 我跟德国知识分子讲的 他们就说在那个时候 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支持也不是全部无条件的 他们一方面觉得振兴了国力 但是很多人呢 他们都觉得这个做法其实不一定对 他们有保留 而且他们还有点内在保留的权利 所以在后来事后他们追究律师 在那个时候 你帮纳粹跟不帮纳粹 事后是有的讲的 而这个情况在日本呢 就不是这样 日本在当时呢 所有几乎绝大部分的人 是真心的支持日本国力的扩张 以至于这个区别 一直到今天 你看德国人可以彻底的 把他们那个阶段否定 而日本人到现在 还不是彻底否定 但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德国问题非常复杂 这是最近十多年的历史学界 很热门的课题 就当年的德国人 到底有多支持希特勒 那有多多人 总觉得他不如日本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